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一起看似普通的丢失案件 由于河豚鱼的剧毒性而变得非同寻常 河豚世界上排名第二毒的脊椎动物 它的血液及内脏含有剧毒的河豚毒素 这种毒素毒性非常强 只需0.5毫克 就足以让一名成年人毙命 但是如果经过高温加热 并采取严格的烹制工艺 就可以完全消除河豚血液及内脏中的毒素 使之成为一道极具诱惑力的美味佳肴 因此尽管食用河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 但仍然有大批的美式爱好者 无法抵御河豚的美味 冒险去品尝和食用河豚 因为河豚的制作技术比较特殊 近几年来由于烹制不当 而造成的河豚中毒事件屡有发生 2006年4月14日 浙江省渝瑶市两名工人及其家属 使用减货的河豚鱼后中毒 一人死亡 2012年2月15日 福建省张浦县 古雷镇刺民性宅村的村民 因为吃了自己捕获的河豚鱼 而全部中毒 2014年11月30日 广东省深圳市一家五口 因为是用河豚鱼而中毒 正值由于上述的中毒事件 邵建阳警官才会对河豚丢失案高度重视 如果丢失的河豚被人捡走 并采用常规的烹饪技术制作使用 其后果不堪设想 我就第一 先跟领导归报了一下简单的情况 然后呢就进行处置了 按照部署 派出所的民警兵分两路 一路沿河豚丢失的街道仔细查找 并走访周边群众 另一路则留在派出所里 通过监控录像查找丢失的河豚 还有拍了一族的人跟我们的环卫工人那边去了解 看看环卫那边有没有捡到这个河豚鱼的情况呢 然后全部都联系过了 这边的环卫工人也是说没有清扫过 清扫到这个河豚鱼 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情况给排除掉了 经过一个多小时耐心的排查 实地查找的这一路民警并没有发现丢失的河豚 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而监控录像这一组民警却发现了重要线索 监控录像显示 当天下午1点34分 施主行经白云山南路 于东海大道交叉路口的时候 河豚鱼从车上掉了下来 此时施主并没有察觉 几分钟后 一辆电瓶车经过这里 坐在车上的黑衣女子下车把河豚鱼捡走了 然后我们在视频里查找 一蹲一蹲查找 总共是被捡走的吃根河豚鱼 一条河豚鱼的毒素足足可以毒死30个人 更何况是7条河豚鱼 一旦被不懂烹饪方法的人捡去食用 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此时已经是下午3点 距离晚饭的时间越来越近 事不宜迟 警方立刻将视频截图进行打印 必须抢在晚饭之前 找到视频中的两名捡鱼者 男子骑着电动车带着个女的 往高原小区里面开进去了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 两人骑着一辆红色的电瓶车 男子身穿一件黑白条纹的T恤 身后的女子则穿着黑色衣服 他们捡鱼之后 一路开进了高原小区 并从东大门开了进去 那么这两个人究竟是这个小区的住户 还是途径小区穿行而过呢 高原小区共有四个出口 如果是途径小区 那么他们又会从哪个门出去呢 民警们立即赶到小区的保卫处 试图调取监控录像来查找 然而不晓得是 由于技术故障 小区的监控系统处于瘫痪状态 无法调取 我们无法判断 它是往前 往施行 还是往南走 通过小区的视频监控呢 我们去调取 因为调取的时候 小区监控是已经瘫痪了 监控视频记录行踪 男子骑着电路是带着个女的 往高原小区里面开进去的 开进小区不见踪影 小区监控是已经瘫痪了 监控瘫痪 民警该如何应对 你把车子拿过去 就很小区里面站得这么厉害 晚餐讲致 河豚有否进入谁的口中 我们还开玩笑的说 焦江河豚一掉了都找到了 我们找不到 怎么样也说不过去 剧毒河豚究竟身在何处 平安365正在播出 悬崖边上的晚餐 在这个非常依赖监控的时代 监控瘫痪无疑对查找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 此时已经是下午的4点30分了 有的人已经开始做饭了 那丢失的七条河豚鱼 或许正在谁家的厨房里等候烹饪 民警们决定 一方面让小区的保卫处抓紧时间强修监控系统 另一方面使用最原始最直接的方法 利用喇叭向小区居民喊话 你把车子拿过去就 整个小区里面在居民喊 小区居民坐一下 下午在街排在场上高原小区的路上 你们简单的鱼子和人 这个鱼子要永远千万不要物质 高原小区居民坐一下 下午你们在街排在场上高原小区的路上 两警官在高原小区不停的喊话 吸引了小区居民的注意力 大家纷纷上前辨认视频截图上的两个人 两遍左右的时候 很多人就过来问 他们主动过来问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警车一直在喊话 我们通过这种喊话的方式 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我梦想那天我梦想的 我梦想的 我梦想的 对就应该在这个小区里面的 你们认识吗 小区里面 给我们看 给我们看的 你们以前有没有见过 然而 凡是看过截图的居民 并没有认识这两个人的 就在警车在小区进行循环广播的同时 另外一组民警拿到了视频截图 挨家挨户进行查询 查询的结果 也没有人能够确切的辨认出这两个人 在查找视频截图上两个人的同时 民警们还把另外一个关注点集中在那辆电瓶车上 通过仔细的观察 民警们发现 这辆电瓶车有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 因为电瓶车上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就是有一个那个电瓶车后面 有一根杆子在这边 这个跟其他的车辆刚好有特别大的区别 其他的很多电瓶车是不会安装这个东西的 按照常理 绝大多数电瓶车都停在室外 所以查找这辆特征明显的电瓶车并不困难 然而在地处城乡接合部的高原小区内 电瓶车是居民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面对数量如此众多的电瓶车 查找工作并不轻松 距离报案时间四个多小时之后 搜寻有了新的进展 民警们发现了一辆电瓶车 与检余者所乘坐的车辆极其相似 警方距离找到检余者又进了一步 那个电瓶车的牌照 然后这里有个特征了 有根柱子 就是说杆子可能我们通过视频可能会有出入 但是它后面的拖出来的尾部也是同个品牌的 然后我们把整个地方都问过 每层轮去敲过去 根据停车的位置判断 车主应该就在这栋楼里 民警们主层敲门询问 终于找到了这辆车的主人 就是说电瓶车是它的 但是这辆电瓶车跟我们那边找的人是不同的 我们也排除掉了 车主并不是捡到河豚的人 七条河豚鱼依旧下落不明 此时距离报案时间已经过去了四个多小时 已经接近晚上六点钟了 小区里的很多人家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做饭了 小区内飘荡着各种菜肴的香味 可是这香味却让民警更加担心 他们担心的是这些香味里面是否掺杂着河豚鱼的香味 经过四个半小时积极的寻找 丢失的七条河豚鱼仍然没有下落 这让民警们一筹莫展 当时我们还开玩笑的说 焦江河豚鱼钓了都找到了 我们找不到怎么样也说不过去啊 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台州市丢失河豚鱼了 上一次丢失河豚鱼的事件发生在2014年4月4日 当时焦江区派出所接到报案 施主将整整一箱30条河豚鱼丢失在路上 为此当地警方组织了大量的警力全程搜寻 最后经过六个多小时才找到了捡鱼的人 30条河豚鱼还没有来得及烹制 便被民警如数找到 两次河豚鱼丢失的事件恰好都发生在4月份 这其中难道有什么必然的巧合吗 4月份也正是河豚肥美的时候 有句话叫正是河豚鱼丢失 河豚鱼的毒素在4月份也是最强的 如果不是处置比较好的话 威胁性是非常高的 就在搜寻工作陷入僵局的时候 民警们突然得到一个信息 位于高原小区南面的下马小区里 有人正在食用河豚 这难道就是丢失的那7条河豚鱼吗 晚餐来临 河豚依旧下落不明 就是电冰车是它的 但是这辆电冰车跟我们那边找的人是不同的 群众聚餐一次河豚惊献餐桌 下马小区里面有人可能正在食用河豚鱼 餐桌上的鱼是不是大家要找的河豚鱼 平安365正在播出悬崖边上的晚餐 民警们火速赶到了下马小区的老人中心 看到了几个人围坐在一起 盘子里装着满米的鱼 一眼看过去 盘子里的鱼跟河豚鱼非常相似 到现场之后对鱼进行确认 这不是河豚鱼 是一种海鱼 幸好这不是河豚鱼 只是一种跟河豚鱼非常相似的鱼 叫蛤蟆鱼 那么丢失的那七条河豚鱼 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离丢鱼时间越远 找到的几率就会越小 就在民警们交集万分的时候 高原小区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瘫痪已久的监控录像已经抢修成功 然后视频组有个信誓反馈过来 好像说有两个人 骑着电动车的好像就是 当事人这两个人已经出小区里面了 视频组从监控中看到 两个与简余者高度相似的人 骑着电瓶车从西门开了出去 民警们立刻把搜寻的方向 从小区的西门开始向外扩散 我们出事之后从第一家开始 他们说没有这个情况 小区外是一条美食街 这时候正是晚餐的时候 灯红酒绿好不热闹 那七条河豚鱼 会不会就藏在这条街上的某家餐厅里呢 抑或是食客口中的鱼 就是河豚鱼呢 民警争分夺秒 逐个饭店进行排查 两款鱼 还有一个协警 到阿拉伯餐厅去询问 询问之后呢 是他们的那个餐厅的员工 说这个女的在这里 穿着这个衣服好像挺像的 他们说定理的这个员工 是他们定理的员工捡到的 然后她说她的那个辞职 当时在现场 而她老公去菜市场 然后两个人把她就叫出来 一看确实是这个人 当时去的时候 一位老公已经抱歉 把她已经拿过来了 这位黑衣女子 就是那名捡鱼的女子 当时与她同行的男子 是她的丈夫 她自己也不会操作 也不会烧 然后慎重考虑 他们两位慎重考虑 在这条鱼商量之后呢 她老公 因为是饭店的员工 跟菜市场的人认识 她就自己私下 把这条鱼送到菜市场去了 河豚鱼的血液有剧毒 在宰杀河豚鱼的同时 要对血液进行及时而有效的清理 如果菜场师傅 宰杀河豚之后 不进行有效的清洁 极有可能将河豚的血液 残留在宰杀的工具上 并通过这些工具 传递到其他食材上 同样也会造成危害 民警立即让妻子 给丈夫打电话 说明情况的严重性 所幸的是 那七条河豚鱼 还没有被宰杀 接到妻子的电话后 丈夫立刻将七条河豚鱼如数带回 交给民警 至此 经过将近五个小时的查找 七条丢失的河豚鱼全部找回 一场有可能发生的 误实中毒事件 就此终结 尽管河豚鱼的毒名 被很多人所熟知 但每年依然会有人 禁不住美味的诱惑 偷尝河豚鱼 因此 因食用河豚鱼而中毒的事件 屡屡发生 那么人在食用河豚鱼之后中毒 会出现什么症状呢 河豚鱼也像一般的 那个有毒性食物一样 它首先也是表现为 一个消化道的症状 比如恶心啊 呕吐啊 腐泻 人如果食用河豚鱼之后 出现头疼 嘴和牙齦变得麻木 一定要注意 这预示着中毒的症状出现了 接着就会双手出现麻木 如果这时候还不加以医疗干预 便会身体逐渐变得僵硬 肌肉瘫痪 难以呼吸 走向死亡 河豚鱼的身体浑远 表面光滑无鳞 或者有细刺 门牙上下各有两枚 它的体内有气囊 当它遇到敌害的时候 腹部就会膨胀 因为河豚鱼对生命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因此平安365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一定要认真识别河豚鱼 以免误实 一旦我们捡到不明误实 不要轻易使用 要及时向警方报告 以免引发更大的危害 2015年8月16日 陕西省韩城市一路口的电表箱突然起火 陕西省卫南市公安消防支队韩城中队迅速前往救援 消防队员使用钢子灭火器对电表箱进行铺救 但电表箱突然再次发生爆燃 消防队员兼联系供电部门对周围实施断电 之后使用灭火器将大火彻底扑灭 据了解这次事故是由于该段线路电线长时间超负荷使用 导致电线发热最终引发的大火 平安365提醒广大观众 日常用电要注意电路维护 遇到此类电线着火事故时 要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并向消防部门寻求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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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